出來了 出來了 二十號下午一點多 四十年經驗 國駕級教練帶著九歲男童 搭乘風帆船快速滑行 疑似遭遇外風 風帆旋轉一百八十度 整艘船翻覆 然後突然一個旋轉 翻了 剛剛有一個亂領 然後倒了 風帆船翻覆教練 一度爬上船 接著又下水找男童 等一下會有一個人影上來 看是好像有一個人影爬上船 他那個位置應該有三米 但下面都爛泥了 他怕的就是卡在裡面 意外地點在高雄蓮池潭 六十一歲教練和九歲男童 進行一對一風帆客發生翻覆 男童在三百公尺外 找到歐卡失去生命跡象 送一搶就不治 猜信教練二十一號 清晨巡獲 兩人疑似只穿祝服衣雙雙禮筆 對岸 然後他從那邊出發 他船死出來之後 突然就轉了一個圈 然後就翻船 時機來到蓮池潭 告示牌明確標示 必須穿舊生衣 才可以下水 改穿祝服衣符合規定嗎 對 他的福利 一定是沒有救生衣來的強 小朋友的部分 他是有穿輕便的 那個運動用的救生衣 他教練的部分倒是沒有穿到 蓮池潭屬於開放水域 沒有救生員 只要掃QR code就可以下水 沒有強制力管理 是否確實穿上救生衣 玩風帆船 國家級教練完全沒穿 男童也只穿 不符合規定的祝服衣 真的發生意外 家長悲痛完全無法接受 記得 陳山的楊樹王 說完一三條組 高雄報導